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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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迷们的支持显得一无反复 而偶像们接戏少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 是我自己喜欢唱歌 是我自己想要唱歌的 进入华以后的第一个作品 其实应该是唱片 我跟小明一样 我今年上半年到现在 其实一直在准备唱片 演戏是我的老本行 唱歌是我的新兴使用 电影其实我觉得 为公司其实人也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要排队吧 其实这些就看公司怎么安排了 我相信如果有适合了剧本的话 他一定会找我们的 看来影迷们的等待并不会太久远 对于旗下这几位艺人的荧幕前途 华裔老总王中军也亲自表态 我相信这几个人都会是 今年小明啊 新如啊 我觉得都会逐渐的有更好的作品 黄小明 苏友鹏 林新如三位呢 都与冯小刚导演在电影 或者说是公益短片的拍摄当中 有过接触 那么三位明星对于冯大导演印象如何呢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为您特别制作的 明星说导演之冯小刚素写 我觉得冯导这个人的性格 比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看着挺严肃的一个人 脾气挺大的一个人 这是谁干的 谁干的 这是什么意思 谁 他生活中特别可爱的一个人 特别好玩 咱们是要是一会儿 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啊 有跟冯导一起吃过饭 聊过天这样子 然后唱过歌 还唱过歌 对 冯导唱歌怎么样 一定要爆料一下 那时候我喝多了我不记得 发现他的人 其实就跟他电影表达东西是一样的 他是一个非常幽默又冷面的一个人 计划充分 分工明确 大有希望 老套先生 会照顾女生吗 挺照顾的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 就因为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了 还有方法 还有法律吗 冯导在演员们心目中如此可爱 难怪大家都愿意跟他合作 跟他合作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 而且他很懂得保护演员 加入华语兄弟很大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冲着冯导的电影 和他的才华来的 对 慕名而来